今天能夠接任警務處處長 繼續為香港的治安作出貢獻 其實是我畢生的榮幸 其實李英我應該感到興奮 但是我眼見過去五個月香港發生的事情 不法之途是妄顧香港的法治 衝擊法治 到處縱火 到處堵路 到處是為市民 是襲擊市民和襲擊警務人員 其實這一刻我心情是很哀傷的 麻煩我轉去給別人問別的問題 好嗎? 好, 因為有些問題是大家… 警方在星期日也接獲中文大學保安部的保安 說他們在中大的校園裡 有一連串的刑事毀壞和縱火的行為 警方在星期一 在中大裡 就手獲超過3900枚的汽油彈 警方一共在理工大學和附近的地區 拘捕和登記了約1100人 當中自願離開理工大學的大概有600人 其中有大概400人是成年人 200人是未成年的 沒可能是真的 我們自己在 Supreme 槍еж tah而言 一共在英國之後 他鎖跳哪些 tremendously嚇一切 所以我討論一下 世間,國務部的航空航海選擇 雜敵市民的民眾人員 在我們最初的地方 製造土製炸彈 在我們最初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